央视近来为何屡屡被对,鸡汤也没人喝了? 众所周知,今年就业出现了较为困难的现象。 对此,很多人一轮纷纷,甚至怨声载道,本科生进工厂做流水线。 硕士生穿上黄袍送外卖,更多的人则出现了毕业就失业。 这些已经屡见不鲜了。 最近央视给大家及时熬了一锅热鸡汤,可是却遭到了一支嘲讽。 屡屡被对,更有甚者还表示要进行声讨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在报道中,一对九五后,网红夫妻范丹丹和赵清书, 他们在浙江一屋后清口夜市直播摆摊,生意火爆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央视的报道中, 着重强调了他们每天500斤土豆以及250斤豆腐, 都供不应求,完全不够卖。 等人群散去,镜头还给了特写。 小两口高兴地对着镜头盘点着一天的营业额。 最终结果出来,9000块钱左右。 一天就赚到了,二人喜出望外,成就感倍增。 果然,好好干,日子将越过越好。 这篇文章看起来很励志,也很正面, 但是明眼人,一看就会感到不合逻辑。 因此,不少网友表示不买账,质疑其真实性。 因为大家给算了一笔账,一份土豆或豆腐。 均价按照8块钱起算,那么9000块钱相当于1200多份。 我们按照极快的出餐速度,算一分钟出一份小吃。 那么需要一共1200多分钟,相当于20个小时。 那么问题来了,他们是百叶摊,又是如何能够有20个小时。 此外,又是什么土豆以及豆腐能够卖出这么火爆的效果。 退一步说,就算有。 那么这两夫妻又是如何在一个晚上制作出如此担价便宜。 同时,还要削皮加工的1000多份小吃呢? 每天卖500斤土豆和250斤豆腐。 写出这对95后夫妻笑了的记者。 或许他们此前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。 他们显然也没有做过体力活。 500斤土豆和250斤豆腐。 这是什么概念? 光是处理这些原材料就已经令人精疲力尽。 哪里还笑得出来? 换言之,这种强度又有几个人能够坚持? 而且还是坚持到凌晨。 更何况,稳定盈利9000元。 到底是哪个地方有这么大且稳定的人流量? 同时,这篇报道,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小商贩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业绩。 或许如果能有这个收入,那么房价现在来看还是白菜价。 不可否认,如今,这类正能量新闻层出不穷。 其本意和出发点不可否认是好的。 但是,实际上却和民众的生活脱钩了,令很多人再次沉默。 或许写报道的人是在云端太久了,如今已经无法接地气。 更是忘记了普通人的实际生活。 或许,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到社会的底层。 没有了解到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。 也正因为如此,当你一方面不了解民众的真实生活, 另一方面又想报道大家的就业和生活时, 就会出现与现实情况的脱节。 因此,老百姓愿生在道,理所当然,无可厚非。 更是有网友奉劝央视,以后再发这种鸡汤小文的时候, 先看清楚,审核明白,否则适得其反。 毕竟,有时候丢脸不要紧,但是翻车却有损形象。 其实,有的时候大家并不反对发鸡汤软文。 可是这样的逻辑,真实性不言而喻。 有时候却让大家感觉到自己的智商受到侮辱, 令人感觉很尴尬的同时, 更是表示长此以往真的会损资威严。 其实,正能量真的没有那么难。 因为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勤劳肯干。 吃苦耐劳的,同时大家也能够忍受低工资和高房价, 能够扛住各种挫折和困难。 但是,现在问题,就出在了接地气。 难道接地气这个事情真的有这么难吗? 过去,主流媒体确实是口号喊得多, 频繁喂鸡汤。 殊不知, 现在大家需要的不是鸡汤, 而是民生实际问题的解决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 喜欢这个频道请订阅点赞,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, 拜拜。